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程式 下一個程式我要給各位看的是 rlab和rlab server 不過我們現在執行的應該會是執行rlab server 一樣把這個網址 先把這個程式停掉 我現在去git-clone這個rlab server 這個rlab server一樣也是用剛剛的fdp server 當後端 所以後端其實都很像 後端幾乎不用改什麼 那前端就變化比較大 那我現在就進了rlab server 然後一樣npm install npm install可以簡寫成npm i就好 如果你懶得打就npm i 這個裝起來好像有點慢 好 裝好了 ok應該可以 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執行 應該就可以執行了 哦 一樣又是設定的問題 因為那個80被暫走 所以我又得改一下 改一下setting.json 所以現在應該很熟 從我現在這一個程式的使用模式了 那再執行一次 這下就ok了 ok了之後呢 我們一樣 那在這邊 搭 啊 跟目錄就可以 那你就看到 欸 這個看起來也很像 因為都用boostrap 所以看起來都很像 那 可是呢 點進去就不一樣 這是 我下學期科學計算要用的程式平台 那 為了科學計算而言的話 我就自己打造了一個科學計算的平台 那你可以看到 ok我們用到這些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C3.js 用來畫圖表 好 那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with.js 用來 一樣畫圖表 但是這個可以畫3D 剛剛那個C3不能畫3D 這個可以畫3D的圖 所以我3D的圖 就用這個with.js 那 這個一樣是C3.js ok 這個 也是 ok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用過R的話 你會發現 我們正在試圖 用JavaScript打造一個R 或MateLevel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而且是網站版 你可以直接對外開這個網站 ok 那 一樣你的程式碼是可以編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這邊 在這邊呢 我加個註解 我不要加註解 我加console.roll 好 那我把它save起來 那這時候 為什麼save success呢 因為 我為什麼沒有登錄就可以用 因為上一次的登錄還沒有登出 所以 這兩個網站共用同一個後台 所以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沒有登錄它就可以用 好 那這時候你再run 你會發現 欸 差不多啊 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 你開一下 開發人員工序 然後呢 你就會發現 這裡有印hello啊 為什麼 因為我這裡印了 我這裡 我再執行一次 就是 它這裡會 會 印出你 你的console.log的東西 因為 console.log在 瀏覽器裡面 是會印在 開發人員工序裡面 好 那當然你也可以做別的事啊 你也可以做 別的事 比如說 你 去 去 當場寫一些程式在這裡面 是可以的 那 以這個例子而言 你看這個在做什麼 這個在畫圖喔 然後他說 畫什麼圖呢 畫DT 就是T T分布 這個是機率統計裡面的 一個叫T分布 那 它叫學生T分布 那這個T分布 是在做那個 檢定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分布 那 所以這裡在畫T分布 只有三個樣本 和 十個樣本 還有二十五個樣本 的時候 它的圖形之間的差異 那 如果 我 這個的話 是在 繪製統計圖 像我 取一萬個樣本 然後 是以 常態分布 中心點為五 然後 標準差為二的方式 取一萬個樣本 那我畫出它的統計圖 那 跟它這一個曲線分布之間 到底有多合 這個是在 做這個程式 那 這個是在做閃點圖 那 以A群而言 它是 中心點在 在 10 0的地方 然後 S的標準差是1 Y的標準差是0.5 那 以 B而言的話 它是 中心點在 0.0的地方 S的標準差一樣 是 EY是 0.5 那 這樣畫出來的圖 你會看到 這個是 B群 這個是 A群 兩個圈圈 是分開 那 大概這樣 那當然這個程式 如果 要用的話 你必須要學 一下 我們 這套 寫法 大概 下學期 我會用這個 來上科學計算 不過 有時候 可能還是會用一下 R來輔助 好 那 你一樣可以編 然後可以存 然後 OK 這裡 這裡 這裡是 資料夾 就不能 就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要 JS檔才可以執行 資料夾 不能執行 那 這邊還有一個 其實你如果 有圖片可以這裡上傳 可是科學計算平台 照理講這個 上傳沒什麼用 但是 剛剛那個 WikiDom上傳就有用 我常常 比如說 這邊抓一個圖 然後就把它丟上去 這樣子 我就可以在任何一台電腦裡面 寫我的 網誌 OK 有時候會用到圖片 所以還是得要有上傳過 好 那這是 有關於 我們用FDB Server做的兩個程式 一個是WikiDom 就是 寫維基百科之類的這種網誌用 那 另外一個是 RLab Server 它是用來做科學計算的網站和套件 好 那現在 重點來了 這樣的程式是怎麼運作的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樣的程式是怎麼運作的 以伺服器端而言 使用的部分很簡單 使用的部分就是 使用的部分就是 我Require FDB Server 然後我不叫Run就好 所以使用很簡單 但是 問題來了 FDB Server是怎麼設計的 這才是 今天的關鍵要給各位看 所以我們看一下FDB Server是怎麼設計的 那其實你 不管你是在RLab Server 還是在WikiDom裡面 你去看 比如說我們看WikiDom 你去看Nord Module裡面 因為我們剛剛有 in-install FDB Server 所以它裡面會有一個 FDB Server的資料夾 那這個 FDB Server資料夾 後面 還會有一堆 其他的 資料夾 好 那 下一個問題 是 這個FDB Server是怎麼設計的 在FDB Server.js裡面 它有 那這就是完整的程式 我們一開始 引用了一堆套件 韓式庫 包含檔案系統 路徑處理 HTTP HTBS MZFS 這次專門為Core這種 可以使用業有的 而設計的 檔案系統 它其實是把這個FS 包裝了一層 另外 MKDIRP 就是它會 你有一個路徑 希望建立起來的時候 必須要互交這個函數 OK 也就是說 本來沒有那個路徑 你想要用程式來建立路徑的時候 需要用這個函數 另外就是我們主要的 叫Core 這一個 上禮拜有用過 對啊 然後再來是 8d parser 這是Core裡面 我們需要用到的一些 8d parser的目的是 把它傳進來的資料 直接轉成json 直接轉成json 接下來 Core session 這是在做連線的時候 你要記錄 譬如說 使用者是不是已經登錄 那你要記錄使用者帳號 代表他已經登錄 之類的這些東西 就要用Core session Core router 這是在做路徑處理的 CO 這個現在不知道有沒有用到 不過它基本上使用了Core之後 一定就會使用CO 那 Pars 這也是在做 做那個訊息傳遞之後 把它轉成json 動作用 那 save tool 這是用在檔案儲存的時候用的 那 MangoDB 這就是 如果你 這個程式 有需要資料庫功能 那你把MangoDB的MangoD 啟動之後 它就會連上去 那連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程式 來對MangoDB做 新增修改三組查詢的操作 OK 那最後我們說 APP等於Core 因為前面已經使用了Core 已經 已經 require這個Core 接下來 APP等於Core 就已經 建立一個 Core的伺服器 那我們只要呼叫它的RUN 我們就可以開始執行 OK 那 這邊 為了 提供了一些後面會用到的函數 像這個 MacDIR Core版的MacDIR 還有 RODE SIS FILE 之類的這些 這些 其實 並沒有說非常重要 但是往往就是一些 剛後面用到的函數 以這個RODE SIS FILE而言 就是 我在做什麼 我在做 如果 目前這個資料夾有這個檔案 我就把它載進來 那如果目前這個資料夾有這個檔案 沒有檔案 就從程式碼的那個資料夾載 那 因為有時候 有些使用者呢 有些使用者 他不會去寫 setting.json 不會去寫那些檔案 那這時候呢 我就會直接從程式碼的資料夾載 那如果 如果 他有寫 我就先載他的 這樣子的話 就比較好用一點 那所以你看這裡 setting 就等於 json.pars loadsysfile setting.json 所以 他會去把 setting.json 這個檔案載進來 之後呢 pars完 轉成json 放到setting這個 這個物件裡面 那這個setting 物件裡面就會有 password這個欄位 這個欄位 各位 看一下這邊 應該就會看到 這個setting.json裡面 不是有password這個欄位嗎 我們不是打root123嗎 就進去可以用 這是因為 我們在這裡 有載入的關係 所以 他才可以用 接下來這個db 就是資料庫 按表格的名字 會存在這裡 如果要使用資料庫操作的時候 這個 物件 會比較方便 那db.table就是把那個表格取出來 那不用每次都重新取collection 這樣會比較快 那另外 一開始我就去連資料庫 但是 如果你沒有啟動mangoD的話 那這個連線會失敗 失敗就會顯示 db.connect.l 剛剛 各位看到的狀況是這樣 那這不影響後面的檔案存取 只是資料庫不能存取而已 那 接下來 fdb.server 這就是我們真正的主程式的物件 這個主程式物件裡面有一個 app就是剛剛那個core 的app 那有router 就是 路徑 處理 有 剛剛這些函數 然後還有一個run函數 這樣子你之後 不叫fdb.server.run 它才真的可以run 接下來呢 它有像 這個 它會設定file.dir 然後 如果 如果 如果這一個資料夾不存在 它會幫你建一個 這樣子的話 到時候 才可以寫檔案進去 那 這邊 app.key 設定成setting.key 這個key 是做什麼用的呢 這key 是一種 就是 session的加密機制 所以你這個key最好也不要給人家知道 否則的話 人家可以竊聽你的東西 ok 所以 這個key我們通通都放在setting裡面 setting的檔案 你千萬不要給人家看得到 你不要 欸 我在維護網站的時候 或者是我 我直接把它公開在網路上 那你就破功了 當然 其實 給人家看到 通常也不嚴重 如果你這個網站 就像我是自己用的 會被人家看到 那我就再換一個setting就好 可是問題是 如果你是商業型的網站 人家就會竊取你的機密 那就不好 啊 因為我自己用 就算 有人偷到了 我改一個 也無所謂 所以沒有關係 可是 商業型的不行 那這裡 use session 這樣子就會 連這個key這些都use上去 所以他會做一些 會議的加密記錄 那如果 然後 有連線動作的時候 他會 會記住你 比如說登錄的帳號之類的 那這裡 use body parser 這就是 剛剛有使用那個body parser的部分 那 他會自動把傳來的訊息 轉成json 你就不用每次都再轉一次 那response這個函數是 當我要回應的時候 我要回應給你說 OK 目前到底是正常 還是檔案找不到 還是怎麼樣 就可以用這個response 那通常code等於200的話 代表說正常回應 code不是200就代表有問題 OK 這個 參數code 只要不是200 就是有問題 就是有錯誤產生 那所以我設定fdb server.response 就等於response 這樣他就會會出 那另外有一些 這個是 暫時沒有用到 可是之後可能會用到的函數 但是不理他 這個是掛上去 讓未來你想要把它蓋掉的時候可以用 然後呢 is passed 這是在檢查你是不是已經登錄 如果你的setting.login to save 是false的話 那就是不用登錄就可以編輯 但是這不太好 不用登錄就可以編輯 那很危險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login to save 設成true 那這樣子是要登錄才可以編輯 那接下來他就會檢查你的user是不是undefined 如果是undefined的話 那就代表你還沒登錄 如果不是undefined那就代表你已經登錄 這裡有一些dbop 這些是generator型的函數 所以有加信號 有加信號是generator型的函數 那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各位如果不想知道就把它當橫皮卡丘 那就是因為他是generator型 可以被有的呼叫的 所以他必須要加信號 那另外這裡你會看到 他就在處理資料庫的查詢 新增修改刪除的動作 這都是上禮拜都講過的那些操作 那接下來就是比較偏檔案型的部分 那你看這裡 如果是上傳的話 那我們就處理上傳的程式 那這個在coa的範例裡面 其實就有處理上傳的程式 你可以參考一下coa的那個上傳範例 基本上這個程式也是從裡面參考出來的 它裡面會有一些格式 你需要去把它解析 然後取得每一個上傳的檔案 然後再把它寫到檔案系統裡面 這個save to就是在寫到檔案系統 這個後來我會決定 就在取得每一個上傳的檔案 那你會說上傳的檔案怎麼上傳 那我就試一遍給你看 在這裡 我現在隨便弄張圖 這裡有沒有圖 這裡可能有點圖 看一下這個是FDB7 剛剛那個 這個裡面至少有一張圖 裡面至少有幾張圖 來我把它丟進來 你會看到我把這張圖 上傳就上傳上去 之後就有這個圖 那問題是這個圖在哪裡 欸 以這個例子不好講 因為這個是科學計算的平台 不是用來傳圖的 那 我 我回到wikidown的平台 我們現在換回wikidown的平台 好 換回這個平台之後 我們來弄張圖上去 啊 欸 我這個少放了一套檢 算了 沒辦法展示圖 欸 還是可以喔 好吧 那就 試試看 來 剛剛的那個圖給他抓進來 來 剛剛的那個圖給他抓進來 只是那個比較漂亮 這個比較醜 欸 剛剛的那個圖在哪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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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的image 這裡 這裡 web的image 好 好 所以 這一個 程式 這裡 忘記 忘記引用他的檔案 好 算了 這個程式得再改一下 好 繼續講解程式嘛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這裡做了幾個動作 這個是做資料庫的操作 剛剛就是護教缸那些 這個是做登錄的 做登錄的話呢 它會 對 如果你今天login進來的時候 那 它會取得你的body 那它會檢查 是不是 有user這個欄位 那而且這個user欄位的密碼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對 在我們的 x2這個表格裡面 那如果 它檢查是對的的話 好 那就 把session裡面的user 設成這個user 那就代表你已經登錄了 OK 所以 這裡 是在做 登錄檢查 而且設定 設定你使用者帳號 OK 那如果 是對的話 它才會設 不對的話 這個session點user 就會是 undefine 那如果你發現 undefine的話 它就是沒有登錄 那另外 有一個問題是 有很多人常常會 大小寫打錯 所以乾脆就是 一律轉成大寫 再去做比較 這樣你大小寫 它就不在乎 就算你大小寫 是不對的 它不會管 它 只要你 字是對的 就是 就可以登錄 另外這裡 是logout 就是登出的時候 登出的時候 它就把session 整個設成錄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忘記 就不會記住 之後你就得再重新登錄 那這邊是post 這個post的東西 就是在做 存檔 有沒有 剛剛我們去編輯 編輯完之後 要存檔 那個東西 這個動作是在哪 按這裡 按這裡 在這裡的時候 你按編輯對不對 你編輯 然後存檔 按了save之後 按了save的時候 按了save的時候 變小 變太小的話 它 會那個 縮掉 我按了save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 執行的post 它會取得這個 你的post的內容 然後把那個檔案寫到這一個檔案裡面去 OK 這個就是剛剛post動作的用途 這裡post 如果你送資料進來 我就接收你的資料存檔 就做這件事而已 所以它就會去 如果你的那個檔案的路徑不存在 它會先建立一個路徑 然後寫進去 OK 那如果 另外 如果你今天不是存檔 你是取用 取用 取用 是get 取用 get的話 那你就 取用的狀況是這樣 你所看到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通通都是取用 通通都是取用 這個也是取用 get 這是取用 所以當它取用的時候 它就會取出那個檔案傳回去給你 那這部分就是get的動作 get的動作我們沒有指定 沒有像這個post post這邊一定是只能post在file這個資料夾裡面 但是get的時候呢 我們是任何路徑都可以 OK 因為任何路徑我都可以放檔案 但是呢 這裡有一個要小心的地方 小心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這一版好像還沒更新 這一版會有一個安全性上的問題 另外其實更新了一版 安全性上才不會有問題 這一版有什麼安全性上的問題呢 你的setting會被看到 這是一個絕對嚴重的安全漏洞 來我們看一下為什麼setting會被看到 剛好拿來當示範 為什麼setting會被看到呢 看一下 哇 帳號密碼全都漏了對不對 你看到了 所以 我的 新版本裡面其實我這邊有做過濾 如果它是setting.json的話 是不可以 不可以遭回的 其他的都可以遭回 只有setting.json不可以遭回 好 那這樣才不會被看到 否則你的帳號密碼就全都漏了 好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如果你商業網站 千萬 個人網站最好還是不要 所以這裡 我會 我其實有改過了 但是沒有 沒有放好 有時候就這樣 我個人比較不注重安全性的問題 但是這其實是不好的 好 OK 再來的話 這裡 他會檢查 如果是目錄的話 他會把整個目錄傳回去 整個目錄用json的方式傳回去 所以 我們稍微看一下 目錄的話會怎樣 在這裡 如果他的 取得的是目錄 看一下他取得的目錄 如果我今天設定的是這個 像web 有沒有 他會取得 取得一個json檔案 這個json檔案 會把你這個資料夾裡面的所有檔案 或指資料夾傳回去 OK 那這裡 就是 就是在查詢目錄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檔案的話 就把檔案的內容取出來 直接傳回去 這跟上次的那個範例一樣 上禮拜我們有給一個範例 對不對 就是 只能看檔案的那個範例 最後呢 這邊有一個app.run 這是真正的主程式 他要使用剛剛的router 然後呢 最後 如果 router裡面都沒有指定的話 就會執行這個route method 然後我們會去使用port 預設是80 那如果你自己有設的話 就會用你自己設的port 然後我們會建立一個server 來listen 這個是聽80port 聽httpport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建立SSL的port 而且建立SSL的server 這SSL的server部分 我們就必須要給證書 所以我們的資料夾底下有放幾個證書 一個叫key.pem 一個叫sert.pem 一個叫csr.pem 這些都是證書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這裡 哪裡有key.pem 這些東西呢 在wikidon裡面 這裡我沒有放對不對 我沒有放的話 它會去哪裡找呢 它會去fdb server裡面找 這是為什麼剛剛那個loadsysfile要寫的原因 有沒有看到這裡 csr.pem sert.pem key.pem 這些都是證書 那你可以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一下 這裡 咦 這個證書用這個來看 怪怪 這個 Mac的證書 檢視是這樣 不太會用 但是你可以把它 放進這個 裡面看 會比較 比較容易一點 欸 我把這個 剩小一下 我們把這個證書丟一個進來看 證書 一堆 看起來像亂碼的東西 對不對 這是自動產生的 你不要自己去寫證書 這都是用程式產生的 證書 你如果要使用SSL 有加密認證的頻道的話 你就必須要給這些證書 ok 好 那有了這些證書之後 就可以用SSL的 的頻道 就是8 就是443的那個頻道 的那個叫頻道 那不叫Port 不叫頻道 好 那最後我把這個 FDP Server 匯出 但是如果 它本身就是FDP Server 它沒有Parent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執行 好 那這是整個伺服端的程式 那這裡接下來 看完伺服端的程式碼 還不夠 因為你得看一下 客戶端的程式碼 你才知道它到底在幹嘛 雖然我們手動操作也可以看 可是 呃 程式 客戶端的程式碼 還是要了解 那我現在在手動操作給你看一下 譬如說我現在去看edit 你會看到 喔這不就是那個edit.css的檔案 好 如果我今天去看 config.cs 那就是config.cs的程式 所以其實這一個 不是一個很安全的程式 它是一個全部都曝露出來的程式 所以 所以 如果你很在意安全的話 你應該把 它的安全性再加起來 只是我 我是個人駕站的 沒有那麼在意安全 所以 我這樣就夠 那所以你這裡 這裡要小心一點 如果你真的使用的時候 記得加強一下安全性 那另外 客戶端的部分 因為這種程式碼 都一定有客戶端 按伺服端 那客戶端的部分 我們就得看一下 這個程式 好客戶端的程式的主頁在這裡 這是客戶端的主頁 好那你需要休息 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把它稍微講 這是客戶端的主頁 基本上不太 沒有 沒有很多東西就是排畫面而已 但是它有引用到一些Java Speed的檔案 這些引用到Java Speed的檔案的部分 才是真正的程式碼 但是這裡是CSS 這是引用排版的部分 Bushtrap 上學期都用過 然後 Highlight 這是在做程式碼的高亮度 Fire Input 這就是剛剛那個檔案上傳的那個 我可能 這一個的資料 假沒放好 然後Edit 這是真正的 我自己用的樣板 然後這些都是Bushtrap的表頭 之類的 這就是功能表選項 這個是 這裡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這種程式碼 它們跟伺服端完全分離 而且 客戶端的部分 我不會用樣板去產生 因為 它只要載入一次 就再也不需要載入 這種叫做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單頁應用 現在 網頁的走向越來越走向 單頁應用 因為 單頁應用一載入 就不用再載入了 那這樣它就速度快 而且可以做 做的事情會比較 比較怎麼講 畫面啊整個都流暢度啊都會比較好 所以現在很多網站都越來越走向單頁應用 這是一個單頁應用的 簡易範例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我這一個部分就是 我會去載入一個 Markdown的或 WD的檔案 然後把它轉成HDML塞到這裡 這是單頁應用的 樣板 等於是自己做樣板 那這文字的部分 就是塞在這裡 WD的原始檔會放在這裡 然後呢 其他的是上傳啊之類的 為什麼剛剛那個 那個 上傳看不到 就是因為這行被有註解掉的 那主程式我們放在edit.js裡面 那另外有一些跟 檔案格式轉換WD的部分 我們放在這裡 OK 那你就會看到 我們一下子程式要跳到這麼大 沒辦法 程式小 就是像上禮拜那麼簡單的 然後呢之後就會 get down 那 OK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其他的程式 嘛 其他的程式嘛 這裡 我都放在web資料夾底下 web資料夾底下 最重要的第一個是edit.js 稍微看一下 edit.js 不是這裡 edit.js 好 好這個 這個程式裡面呢 我一開始會做出實話 在init裡面 這個是網頁一載入的時候就會被執行的動作 那我會先把裡面有很多版面 我會先把它隱藏起來 然後最後只顯示出你現在可以看到的那個版面 因為裡面既有編輯版面 也有顯示版面 也有上傳版面 有很多版面 所以一開始呢 會把很多版面給藏起來 所以所有版面先藏起來 然後再去顯示目前動作的版面就好 那這邊是在做登錄的 在做登錄的 它會呼叫1.server.login去做登錄 這是server 它如果4秒鐘沒有回應的話 就會連線失敗 OK 這是server.save 就是說 它會想要把這個 這個 置串 儲存到這個路徑的檔案裡面 那 所以呢 它會呼叫這個 A.js 這個 看到錢之後 你應該會想起 上學期講的 JQuery 它又呼叫JQuery 用A.js的方式 把資料送回到伺服器 送回到伺服器 使用的送法是用post 所以剛剛那個server的post 會接到這個東西 然後把檔案寫進去檔案裡面 它要寫入的路徑 放在這裡 然後時間 都是4秒鐘 如果沒連上 就視為示範 然後呢 這邊status code 就是 在做狀態碼的檢查 如果 如果 如果它 沒有授權的話 它會呼叫1.login 那 這個是DOWN的話 是做完成了 就是成功了 它就會 印出save success 這個你不會看到 因為這個是在 開發人員工具裡面 你才看得到 這行可以刪掉 但是它會alertsave success 這你會看到 所以儲存成功的時候 還記得吧 儲存成功的時候 它會印出save success 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我如果這樣 save success 儲存成功的時候 然後呢 這是載入 就是 它去呼叫伺服端 把 資料傳回來 那傳回來之後呢 我就得到這些資料 的載入 那 載入完之後 你 可以再去 做 載入後的事情 然後 這裡是 登錄 登錄的時候 它就呼叫login host login 可以 OK 而且把你的 使用者 帳號 跟密碼傳進去 那 伺服器就會去檢查 如果它檢查 對的話 那它就會記住說 OK 你已經登錄了 如果它檢查不對的話 那它就會告訴你 登錄失敗 那這是在做 登錄的部分 檢查不對 就告訴你 login fail 檢查對的話 它就告訴你 login success 登錄成功 然後呢 這是在做logout 登出的 登出的 那如果你登出 登出比較簡單 登出完之後 就設定說已經登出就好 但是如果登出失敗 就會顯示logout fail 通常很少登出失敗 除非你的伺服器斷線 斷線的才有可能登出失敗 否則應該不太會登出失敗 接下來這個switch panel 是在切換版面 因為你一個 我們的網頁是單頁應用 但是它事實上有五個以上的畫面 那你現在只要顯示其中一個畫面 就可以用這個switch panel 然後呢 接下來是login 就登錄 它會切換到登錄畫面 logout會切換到 會執行登出動作 然後edit會切換到編輯畫面 什麼時候是切換到編輯畫面 你選edit的時候 它會切換到編輯畫面 OK 然後upload 就是切換到上傳畫面 就是當你選 當你選 這個upload的時候 它會切換到上傳畫面 不過這裡剛剛有問題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只是取得網頁連結 這是在做facebook的分享 然後 不過現在的分享效果不太好 因為我們單頁應用的部分 這部分沒有處理得很好 那再來這個是在做show的部分 就是 什麼是show呢 就是這個show 你切了之後 它會顯示秀的部分 那所以他秀的部分 它會取得你編輯的那個文字 show的部分你看 我們現在編輯的文字是這些 它會把這些文字取出來 然後呢 呼叫轉換程式 把這個 Wikidon的格式轉成html 顯示在這裡 OK 這是show這個函數做的事 那show裡面還會呼叫到render 這個render才是真正做轉換的動作 就前面後面還得再做取用啊 然後塞路啊 這類的動作 然後這個轉換的動作呢 它會 Render轉換的動作 它 如果是自竄的話 如果是一般自竄的話 它會直接把自竄顯示出來 但是呢 如果不是的話 它會 會 如果是目錄的話 它會把目錄轉成html的標記 變成比例也顯示出來 那另外 它會有載入 剛剛的那個 show的時候會 會呼叫載入 這個載入的動作呢 會把檔案載入之後 然後 看看它是不是自竄 然後做對應的動作 然後去呼叫一點show OK 那這裡有一個很 各位會比較不容易懂的地方是 這裡 好 你看到這個網頁的網址喔 這個網頁的網址 這裡有一個警字號 這個警字號是特別用途的 在傳統的網頁裡面 警字號代表書籤 代表書籤 然後呢 所以 你這個警字號改了之後 它不會換頁 如果你把這個警字號改成問號的話 那就不行了 它會換頁 一換頁的話 我們這種單頁應用就會產生問題 所以單頁應用不能讓它隨便換頁 所以才會用警字號 這是從 很多 很多電腦的技術都是從之前遺留的遺產 鑽漏洞做出來的 這個書籤 的用途也是鑽漏洞做出來的 所以這裡是一個 各位會比較難理解 那所謂的書籤就是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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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 這個書籤如果換的話 我就要換畫面 這是在做的 書籤一旦換的話就要換畫面的動作 然後這個是存檔 大概這樣 這是主程式的部分 那這跟boostrap 剛剛的那個 wd.html合起來 看才會有意義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是 這裡 w.d.js 和wd.live 那這裡會用到 wd.js 好 這邊呢 在load file的時候 然後 它會顯示標題 什麼標題呢 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標題 它會顯示這一段標題 load file的時候 會顯示標題 然後顯示側欄 那因為我目前側欄都是設空的 所以側欄沒有設置 但你可以修改config.js這個檔案 去讓它顯示側欄 然後再來是載入檔案 載入檔案的話就是載入這個 這個檔案 OK 然後設定 這是一開始載入就要設定 但是我現在幾乎都沒有做什麼動作 所以就 就單純的只是載入檔案 那這個是套用樣板 套用樣板的時候 會布局這整個畫面 整個畫面是樣板 然後 這是顯示的部分 它會做轉換 它會把這個取得的內容 轉換成HTML顯示出來 轉換成HTML顯示出來 所以這邊再做套用樣板 轉換成HTML 然後顯示出來的動作 然後對每一個block區塊 都做程式碼的高亮度 OK 那看起來有點複雜 好 那這個程式 大概有1000行 差不多啦 1000行算是很小 在業界算是很小 對各位來講算是很大 所以你要開始慢慢習慣 適應這種東西 好 那修Title Head就是顯示剛剛這個標題 OK 剩下的就修Title 就修顯示標題 所以你看顯示邊邊的那個 那個這一個框的內容 目前都沒有內容 所以沒有 好另外這個是在做 轉值的動作 這個 還有這個暫時 這兩個是之前用的 現在沒用到 好OK 那大概整個程式碼 目前長這樣 那另外有一個 我們用到一個韓式庫 叫WD-Live 這裡有用到一個 一個現成的韓式庫 叫Showdown 我是用Showdown這個東西來轉換 把Markdown轉換成HDM 那我自己有寫了一些 那我自己有寫了一些 把WD-Live 轉換成Markdown的格式的動作 這都用正規表達式在轉 OK 都用正規表達式在轉 那轉了之後 叫Showdown 就轉成HDM 這部分 大概就是WD-Live WD-Live 的程式碼 那你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看不懂的話呢 沒有關係 那 看不懂的話 我們下禮拜把 FDB Server那一個 今天沒有弄好的那一部分 那個比較簡單 下禮拜再去講解簡單的部分 今天先講解這一版 WD-Live 那剩下的時間呢 就給各位 去了解一下這邊的程式碼 好